福禄寿是华夏民间信仰的三位神仙 象征幸福极力长寿 福星又为天官 以赐福为职 头戴官帽 手持欲如意或手碰小孩 尊号天官一品大地 天官赐福也由此而来 禄星又指文昌 丸主人之功名利禄 手碰如意寓意高官厚禄 古代那些进京赶考的书生 多半会拜一拜他 寿星又称南极仙翁 主安康长寿 白色的胡姿 手持龙头杖 手捧兽陶 意为长命百岁 古今帝王将相 没有不渴望寿星赐福的 三星通常是三位一体 有着三星鼓照 必定儿孙满堂 增彩天鹿 安康长寿 明朝以后 民间常把寿星 与福禄二星结合起来祭祀 合称福禄兽 成为人们最受欢迎的三个福神 根据小道消息 新一届天上神仙排行榜中 三位大神 已经成功几下御帝王母 位列前三 收到的香火 让众神看得眼红 玉帝看了脸上 也有些挂不住 他可是三界至尊 让手底下的人 站在头上 像什么话 不行 得想办法找点茬 临近王母的寿宴 三位神仙 正在思考送什么礼物 这一天 他们下凡游玩 发现小姑娘的猴子挺不错 于是乎 三个几千岁的老顽童 乔装打扮 乔摸摸 跟在后面扔雪球 小女孩很是无语 趁其不备 猛得一回头 三个神仙没站稳 显露真身 可转年一想 他们可是神仙 随即摆起谱来 小姑娘 看你有缘 先赐你三百年阳寿 再赐你百无禁忌的福气 最后一捧金纱 换你那只小猴 带他成仙去 小姑娘千万谢 三个神仙真是好人 回到天庭 三神着手准备改造寿礼 陆星伸手衣服 猴子的毛发变得金光闪闪 兽星心思一动 赐予猴子十八般武艺 和开口说话的能力 而兽星就更离谱了 伸手一指 猴子就有了变化之术 怎么感觉有点眼熟 大闹天公那只 不会就是你们搞出来的吧 猴子继承了祖先的优良船头 叽叽喳喳 四处乱窜 恰好有仙女路过 猴子猛的一窜 夺过酒壶 然后不偏不倚 掉在了福星手里 三个家伙丝毫不存在羞耻心 上面猴子被仙女束缚 使出分身大法 身化万千 而三神感谢了一番大自然的恩赐后 便开始享用美酒 等麻姑好不容易制服猴子 酒壶早已被喝得干干净净 这可是献给王母娘娘的受礼 小仙女很是生气 追着三人一通打 此时 人间恰好有怪兽作乱 三神趁机逃离天庭 一番激烈的搏斗 最终 卡着点 干到了王母寿宴 虽然他们三个没皮没脸 还偷喝美酒 但因为守护人间有功 王母也只是称怪几声 三神听了更是得意 连续在人间露了几次脸 名气可谓是大大的增加 更是收获了专属神庙的荣誉 看到络绎不绝的信徒 三神的心情简直不要太好 可他们这么自在 其他的神仙 诸如造神裁神 就不乐意了 正好新任神仙排行榜出炉 三神大逆不到 占据榜首 造神裁神 就在下面掺了他们撒一本 张国老更是鸡贼 说道 娘娘算不了什么 不过就是从第二变成第五 他可就惨了 年年想尽前十 却离得越来越远 众人拱火节节高 玉地也不能忽视大多数人的意见 况且 三神的确做得太过火 他们在凡间胡乱赐福 让人人都得享长寿 哥哥拥有无上福气 家家户户都关运横通 严重干预改变了大自然的规律 不惩罚 不亦凭神分 于是乎 玉地大手一挥 三神被贬下凡间 历练个三五十年再回来 起初几人还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下凡而已 凭借他们哥仨的聪明才智 还怕不成风生水起吗 一旁的麻姑看不下去 直接把几人的未来展示出来 玉地说 福星因为随意赐福 所以便要他转生之后 做一个福宝之人 无论是厌福口福 统统都会没有 福星见了 直接站不稳身子 而寿星呢 作神喜欢给百姓赐予寿命 那玉地就惩罚他百病缠身 但偏偏死不了 做一个半死不活的活死人 陆星也好不到哪去 一辈子都无缘功名利禄 连讨饭都被嫌弃 注定是吃牢饭的主 三神叫苦不迭 昔日有多风光 现在就有多心酸 投胎之前 三人跟整日捉弄的麻姑 依稀别 他们的师弟张国老在背后 暗磋磋举起拐杖 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 麻溜的滚下去受苦吧 这三位神仙的出事也不容易 他们的死对头温神 早早听到风声 特意前来助其一臂之力 荒野里 两辆马车正在急驰 在温神的施法之下 车夫突然加速 相互朝着对方撞去 幸好在关键时刻 细心的小仙女麻姑 摔出长边 避免了车毁人亡的惨剧 没法赶路之后 三个孕妇就近躲避到了三星庙 有产婆紧急接生 可温神阴魂不散 又尾随了过来 虽然马姑挡在庙前 但风中飘散的毒素 却将产妇迷晕 即便小仙女凭借法宝之力 牵制住了温神 可谁来接生啊 马姑召唤神庙的门神 事事非非 可这俩除了摇起呐喊 啥也不会 白白手就溜了 马姑见状 只能亲自动手 三个小家伙 真不让人省心 女孩费尽千辛万苦 才避免了他们的夭折 三神出世 也便开始了他们波折的一生 福星无福气首当起冲 出生之后 就被离家出走的亲生老妈 给扔了回去 然后老爹在大喜之下 一不留神摔死了 被还没来得及过门的继母养大 寿星没授权 从小五毒齐全 不是在生病 就是在生病的路上 绰号百毒神君 陆星未得路 对于学习有着独特的心得 只可惜 古板的老夫子并不认可 他们和酷爱打架的无福气 并称为学堂三害 走到哪儿都不受待见 于是乎 在三星庙的见证下 三人结为义父义母的亲兄弟 时光荏苒 一转眼就过去了十八年 长大后的三人 依旧人显鬼赠 哪怕是无福气想帮忙 也会自动演变成坏事 没授权 更是直接被半个阵子的医生 拉入黑名单 魏德路更不得了 连姓令老爷都敢公然嘲访 这家伙可不是什么擅长 大摇大摆的就跑到魏家讨要说法 听说 古人里有个叫韩信的大人物 曾受到胯下之辱 最后却强势崛起 现在他就给魏德路一个机会 让他也封喉败相 小伙本来都认栽了 可奈何胖县令实在不讲理 于是乎 这个顶天立地的爷们 就喷了对方一脸茶水 郎当入狱算得了什么 三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可他不怕 他的老爹和兄弟却着急 想方设法给县令送了个金橘子 可谁料对方狮子大开口 竟然继续索要五百两白银 这笔钱都够一个三口之家 用半辈子了 他还真敢要 就当吴福气继续讨价还价的时候 一声大笑 号称天下第一恶人的姨子梅闯了进来 恶汉三拳两脚干翻了牙翼 随后把县令压到桌子上 命他三日之内放了他的兄弟御面包 不然就将县衙以为平地 然后潇洒离去 吴福气在一旁若有所思 随后也跟着跑出门 姨子梅这么威风 他要拜师 岂不是一样威风 别说在阿福的三寸不烂之舌之下 姨子梅还真有些心动 而小伙也自来熟 拜完师 立马带着对方去救自己好兄弟 不是老李那个 那个有吃有喝暂时没啥事 兽星阿寿 又不知道染上了什么怪病 躺在床上半死不活 阿福真是个好兄弟 二话不说 就请师父出山 代价是能帮助对方 救出玉面包 这姨子梅虽然凶神恶煞 还喜欢吹牛 可手里的确有几把刷子 双手用力一点 从阿寿身体里逼出一道寒气 刹时间 小胖子就不难受了 回家后 更是大吃大喝 鸡鸭鱼肉 使劲往嘴里塞 有了高人给的鲜丹 他什么都不怕 而另一边的阿福 正在谋划截囚车的大忌 犯人去罚场 那是必定要经过闹事 让百姓扔点烂菜叶臭鸡蛋 发泄怨气 趁此机会 阿福在楼顶点燃烟雾弹 往下扔 制造混乱 依字梅则逆流而上 动手解救囚犯 原本一切顺利 可突然 一个蒙面女侠跳了出来 此人 正是乔装打扮的马姑 不久之前 信仰难耐的马姑 跟张国老通过浩天镜 查看人间 却发现 三人逐渐侮辱歧途 如果一直这么下去 恐怕到死 都无法位列先班 张国老虽然对 三个便宜师兄没有好气 但也不想几人 真的在人间沉沦 于是 他劝说马姑 下去帮帮忙 马姑可不愿意赶这趟浑水 三神在天庭时 可没少捉弄他 能帮忙接生 就已经不错了 说不去就不去 张国老多精明 立马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把马姑夸上了天 再列举了三神 无法回归的危险 最终成功忽悠了下去 阿福拜师一字眉 马姑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化身女侠凌空一跃 打乱了救人的计划 阿福手忙脚乱 手中炸弹掉落 直接引爆了楼顶 马姑飘然而起 接中男人 随后反手将其揍进屋子 和一字眉大战起来 马姑虽是先人 但在人间也不能随意施法 不然就会有反噬 一时之间 两者旗鼓相当 可忽然女人掐指一算 发现陆行阿璐有难 转身便去救人 要说县令这家伙 的的确确是个小心眼 阿璐不过是稍稍得罪了他 他就派狱卒在饭菜里下毒 马姑及时赶到 大翻碗筷 阿璐却反而怪罪他 即便马姑又好心 在县令手里将其保释 这个高傲的男人 却依旧不领情 在大街上搞了一出辩论 从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 木兰替抚从军 巴拉巴拉扯了一大痛 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可最后发现 是没有丝毫功名的 三害之一 阿璐 随即一红而散 马姑解决了陆行 转头又回去收拾阿福 因为他制服一字眉 粉碎了吴福气 想要落草为寇 干一番大事业的美梦 所以吴福气对他很是厌烦 经常想办法坐拥之 或故意尖酸刻薄 出演讽刺 好像回复了二人 在天庭上的关系 阿福出去寻找 便宜师傅一字眉 马姑就在后面 悄悄跟着狗破坏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对方永远也不可能 成为江阳大盗 三个人里面 最好相处的是兽星 除了成天生病 这个胖胖的家伙 并不会惹什么事情 之前吃那颗巨无霸 仙丹的时候 阿寿差点被噎死 正好马姑路过 一脚帮他解了围 在县令的担保下 寿星家里一对女人 异常尊敬 马姑便顺势教导起了男人 让他勤学苦练 都说酒病成两医 他成天生病 不如学习医术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大夫 解决完三人的破事 马姑回到天庭 这时才发现 张国老不要太坑 他只是稍稍动用了一次法术 从落实之下 拯救了没心没肺的阿福 回来脸上就长了麻子 虽然他姓麻 但真的不喜欢变丑啊 张国老一脸得意 完成任务就是好事 那么福禄寿三星 最后能历尽磨难 修成正果吗 下期视频为您揭晓